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瓦纳库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因为这里有着比金字塔还夸张的远古遗迹 它最早兴取于公元前1500年 到公元1000年左右衰亡 鼎盛时期居民达到了4万人 地瓦纳库是南美的重要文明遗迹 也是举世文明的考古遗址 著名的太阳门重达130吨 由一整块巨大的安山岩雕刻而成 它不光重量惊人 上面还雕刻了极其精美的花纹 花纹轮廓清晰 细致入微 比太阳门更为让人惊叹的 就是普玛彭古的H型雕塑 这些散落四处的石块 几何线条异常的精准 线条之间的距离精确到了毫米 就像事先用计算机建模设计过一样 比如这张图片 石缝是一条完美的直线 缝隙的宽度也是惊人的一致 差距不超过一毫米 在现代技术中也只有激光切割才能和它媲美 石块中完美的圆形和凸字形 显示了蒂瓦纳库人高超的雕刻技术 让人费解的是 这些精细加工的雕塑都是用安山岩制造的 安山岩是最难加工的石头类型之一 漠视印度为8级 仅次于印度为10级的钻石 经过考古发现 当时的蒂瓦纳库居民主要使用石头工具 而仅有的一些金属工具 印度也不足以雕刻安山岩 而且很多石块的重量达到了100堆以上 而蒂瓦纳库的居民既不知道车轮的存在 也没有任何机械以及大型牲畜能够帮助他们拖拽巨石 搬运重物只能靠人力手拉肩扛 那么他们是如何将巨石从5公里外的采石场 运送到建筑工地的呢 专家估计如果仅靠人力拖拽的话 需要2到3万人 而鼎盛时期的蒂瓦纳库也只有4万人 这些古迹到底是谁建造的 就成了长久以来无法解开的一个巨大谜团 在没有完美解释之前 这个锅肯定是要由外星人来背了 有传闻说来自金星的外星人 定居在滴滴喀喀湖附近的高原上 教化了地球上的史前人类 并且建造了拥有宏伟建筑群的城市 就像他们建造埃及金字塔一样 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 其实是我们想多了 这些雕塑就是当地人自己建造的 接下来就为您揭开谜团 根据之前的研究 地瓦纳库的安山岩与滴滴喀喀湖对岸 卡皮亚火山附近的岩石质地一样 人们还在地瓦纳库附近的港口 艾瓦威发现了安山岩的碎石层 研究人员据此推测 当时的居民是在卡皮亚火山采集石块 渡河运送至艾瓦威港口 在那里进行初步加工 然后再运送至地瓦纳库和普马彭谷 进行最后的加工 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 在港口艾瓦威共有9个地质层 而厚度达15厘米的第5层 则是由细密的安山岩砂组成的 注意不是石块 而是岩砂 这个岩砂层并不是连续的 中间有挖掘过的痕迹 经过地质化学的分析 普马彭谷的H型石块中 含有有机矿物粘合剂 这是由玉米和鸟粪的提取物 在混合一些矿物质制作而成的 因此考古学家们推测 普马彭谷的雕塑 其实并不是用整块石头雕刻的 而是用安山岩砂混合粘合剂 交织而成的 就像现在的混凝土一样 地瓦纳库的居民在卡皮亚火山 挖掘出这种细密的安山岩砂 然后用篮子将这些岩砂 运送到艾瓦威港口 堆积在那里的一个存储基地 工人们再从存储基地 取来这些安山岩砂 混合粘合剂灌入早已准备好的模具当中 等安山岩砂风干之后 就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坚固无比的巨石雕塑 其实类似的做法 在古罗马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古罗马使用类似的技术 建造了宏大的罗马浴场 万神殿 以及罗马竞技场 古罗马人不但使用天然的火山灰 还学会了制造人造的火山灰 来满足建造巨大建筑物的需求 对此 我台非著名名科专家George表示 这个研究打破了他对上古文明 和史前外星人的想象和憧憬 以后他再也不看气温头条了 这是不可能的 他可是撰稿人 他还要大家点赞评论转发三连呢 科学家警告 人类正在打破黑暗森林法则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计划在2021年10月31日 发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韦伯望远镜是NASA科技含量最高 功能最多的太空望远镜 它的观测能力是哈勃望远镜的100倍 韦伯望远镜将在太空中运行10年 拍摄银河系外行星的照片 皆是人类从未见过的第一个银河系外的星系 并探索宇宙起源的奥秘 但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显理论家家智道雄 在2021年4月3日接受卫报采访时说 他认为将韦伯望远镜 安装到轨道上以后 将观察成千上万的行星 届时与外星文明进行接触的机会很大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主意 因为这很可能 就像当年阿兹特克帝国遇到西班牙侵略者一样 当阿兹特克帝国的国王 向西班牙人伸出和平之手的时候 迎来的却是贪婪的掠夺 先进的武器和致命的病菌 家智道雄说 我们不能赌博 如果一定要联系的话 要非常的小心 有些读者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说地球已经充满了外星人 而且有些人有过被外星人劫持的经历 在返回地面的时候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家智道雄对此反驳说 如果下次被外星人劫持 请偷些东西来证明这个说法 无论是比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 因为地球上没有法律 禁止从外星人那里偷窃 对此 我台非著名名科专家George评论说 要防止外星人从自己身上偷东西还来不及 怎么还有空去偷外星人的东西呢 不过偷人倒是有可能的 就像著名的孟赵国事件 真实存在的深海怪物和最后的猎人 如果要在捕获深海怪物方面 颁发诺贝尔奖的话 俄罗斯的小伙 罗曼·费索托夫 可能每年都会赢得这个奖项 直到他拒绝参与评奖为止 他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大海域 北冰洋 地中海都可以找到他的踪迹 罗曼捕获的鱼来自水下200至1000米的深海 他有鹰一般的眼睛 总能发现非比寻常的鱼儿 更有甚者 他会将这些深海怪物拿在手里拍照 真是胆大包天 这些来自深海的怪物中 有的蠢萌 有的凶狠 有的又呆又丑 还有的拥有一口洁白的牙齿 不仅如此 罗曼还在他的Facebook里分享了很多有趣的视频 比如一路娘跑的海星 狗急跳墙的扇背 还有这种特殊的捕鱼方式 对此 火台特约评论员George说 数月有专攻 行行出状元 这个俄罗斯小伙 有一双发现丑的眼睛 戴森球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人类起死回生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噱头 起死回生的方法也有很多 有灵丹妙药 有妙手回春的医术 还有DNA复制 2021年3月 发表在Fail Papers的一篇论文指出 利用戴森球 也有可能让人起死回生 文章作者Turchin说 死亡似乎是永久性的事件 但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明 这是不可逆转的 Turchin列出了所有已知的 起死回生的方法 他说 这些方法与我们目前对世界的科学理解 没有矛盾 尽管尚未有成功案例 但是其中的许多方法 可能随着未来技术发展而变得可行 甚至 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行动的话 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 虽然复活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这与戴森球又有什么关系呢 戴森球是弗里曼·戴森 假想出的包围恒星的巨大球形结构 它可以捕获大部分 或者全部的恒星能量 戴森认为 戴森球是智慧文明 对于能量需求增长的必然结果 并且认为 可以通过寻找戴森球存在的证据 来发现先进的外星文明 2016年 一颗忽明忽暗的恒星 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 因为这很有可能 就是外星文明 在这颗恒星附近 建造了一个戴森球 目的是为了满足外星人 对巨大能量的需求 正是戴森球的运转 导致了恒星时暗时亮 Turch引用2006年 另一个作者 Almond的论文说 我们可以利用量子随机生成器 来随机产生一个意识 如果量子力学的 多重宇宙理论是真实的 那么每一个随机产生的意识 都会出现在它自己 单独的时间线中 对于这个随机产生的意识来说 这时它就复活了 但是对于外部的观察者来说 比如死者的亲人 这种复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死者的亲人得到的 只是一个随机的意识 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复活的那个人 而那个需要被复活的人 或者说它的意识 则可能存在于其他的宇宙里 Turchin接着说 如果这台量子计算机 计算出所有人的意识 那么总会有彼此熟悉的意识 处于同一个宇宙中 这样的话 理论上的意识复活就完成了 但是如此数量级的计算 需要一个恒星的能量来支持 所以只有戴森球才能够胜任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种复活 可能不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复活 因为除了意识 我们还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人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对此我台非洲免民科专家George表示 这个Turchin脑洞是真的大 不过我们还是期待 不久的将来 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选择是否复活 何时复活 在哪里复活 以上就是今天奇温头条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我们下次见 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大半夜的也不让睡觉 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准备好没有啊 别说别话 感觉我这些工作服也是宝看 应该让服装组再给我多弄点医生呢 天蒙淘宝 天蒙国具淘宝去买几件 这是又方便又便宜 海运又快 你快别说了 说得好像你收钱了似的 去乌尔玛买两件 什么家 太高档了不去 有我们家服装品牌 你不知道吗 中央品牌 随便买 自己我这 你们家的服装说实话 不达好看 不好看 那可是国际著名设计设计啊 对啊 叫做儿子的就好看不了 你看这名就不行了 铺马鹏谷的H型石块中 含有有机矿物 粘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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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那个字念粘呢 你手记给我 粘就行了 不用查了 没有人说粘合计 多怪啊 都是说粘合计 都是说粘合计 你手记给我 还用说粘合计 大家都说粘合计嘛 就你的中文水平 我高考 语文是我们年纪第一好不好 就是粘合啊 就是粘合呀 多音测粘也行 你看你写粘合就出不来这个词 找找粘 有那个觉得有吗 我知道有那个字 但是你要说粘合 它就不出来那个词 但你说粘合立马就出来这个词了 这就是粘合呀 其实我觉得粘合比粘合更有力度 你知道吗 更 更形象你知道吗 感觉更结实你知道吗 咋的 更结实 说不过你就 你就打人 抓紧 要不是我这么严谨 你这就一笑大方 谁是大方啊 观众们是大方呀 反正你不是大方 抓紧吧啊 别 别 别逗可乐了啊 好 好